你好我是方姐 今天又到乡下来了 看有没有老东西 老不介绍 说老不得老不介绍 你看那个农村里面 他们都是下雨贴的 要把水接在这里面 以备用可以用来洗衣服 做饭 贴上的水就是干净 这里开门了 不知道在家 老板 稍稍听话 在家里面 是这样 我说老时候的老虚 雨啊浮灯啊那些磁器啊 雨漆啊看你家里面有没有啊 我的网友都有一点包 打起来 那种咖啡的那个 有一点 你们不走着看看好吧 嗯 不过你先看看 好 我在这里等你啊 好好好 这个嫂子说她做老人家 就是她的老一辈 留下了一些东西 现在给我去找去了 我在这里等一下她 拿过来 妈妈 等下来 我去护着那手打开 护着那手打开 我去护着那手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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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拾好嘞 这个我要是个香炉 这里有个方瓶 还有一些鱼啊 还有鸟块鱼啊 这是一块肥彩的 没有了小子 四块四个是吧 这个四个啊 这是一块以前那个 戴在身上的小孩子 戴在身上的那个平安裤 啊 这是匪彩的啊 老匪彩 平安锁 它是保平安的 很大气啊很大啊 里面全部是漂浴 哎 但是 没有 我没有手机啊 不知道的话可以 没有锅啊 打开都放在里面 全部是漂浴的 然后它是说明根 都是手根雕刻的 这个孔 都是原来的老孔啊 这么大一个的孔 这块鱼还是有 稍微有点磨损 但是整体来说 它的保存还是保存的蛮好 啊到行作像那个心一样 我们称之为平安 平安金 平安金 玉锁 平安玉锁啊 是 这个地 这里有一点磨损 这里稍微 可能是整块玉雕刻出来的 当然就是水型的 就是这个样子的 磨损有一点 磨损 使用很精明些啊 这个说的蛮好 这是一块大的和田 这是翡翠的啊 这是和田玉啊 比较大气 说明根啊 这边还有狮纹 是一块南式的玉佩 这里有狮纹啊 全部雕刻的 这个也是老孔啊 这个地方 使用的痕迹也是很明显的 这里有点可碰啊 但是这么大的玉啊 这么多年了 可能有点磨损 是正常的 因为毕竟是老玉嘛 这个地方 这个角的地方 也是有点磨损 用个骨头粘丝的啊 好大的啊 这么大 是后南式佩戴 这是一个香炉啊 这是生代的菌尤香炉 双耳的啊 这样可以提 山肘 这个也是使用很明显啊 这个肘也是很能磨细 有些磨细啊 开辟也很自然 对这个混的也 混的这个摇变 也摇变得挺自然的啊 一个还可以晕吧 是啥 还可以晕的啊 晕的可以晕的 原来都可以 但是老东西吧 现在也没洗 买那些新纸的这东西啊 过去的都不小药了啊 有 你搁拿到桌子 我肯定觉得下来来洗嘛 这边没有空 这边这里 这里有个空 就是可能与东说的 造型就是这样了 这个是个花瓶哈 要变花瓶 它也是生代的陶瓷的啊 小小的花瓶 这个器材也可以 这里一起 少子呢 这个世界东西一起有多少钱 咱们喽 我把花瓶也帮你挖多你去吧 我把花瓶也挖多你去吧 我把花瓶也挖多你去吧 那这个我出不了了 这个两块鱼 这个两块鱼 我给你出两千块钱一件 这里就四千 这个香楼跟这个一千块钱一件 就取六千块钱啊一千 一六千块钱啊 因为我经常在乡下收东西的 那个价格方面你就放心啊 我都是合理的 如果东西 要是之前的放五十万二十万的也收 但是像这个普通的普通呢 就是按我们的行业加收割 你这里可以吧 六千块钱买不买 不买 说八千七的 出不了出不了 六千块钱买不买 六千 我给你 我说的等了一下 我妈妈不给你了 行 好 感谢小子了啊 整个身体结果啊